1月23日根据CBE休赛期的最新消息 第三阶段很可能会取消赛会之局面 这就意味着各支俱乐部将 可以在主客场对观众开放 俱乐部方面也将迎来门票的收入 这对于保持三年阶段赛制的CBE联赛而言 无疑是一次天大的利好消息 首先俱乐部可以利用门票收入补强自身 为未来补强外援迎来利好伴随门票的收入 俱乐部完全可以度过当下的难关 届时的CBE联盟很有可能迎来一次天大的反转 其次作为传统豪强 俱乐两支球队会利用恢复逐客场赛制的机会 来一次深度的整理 确实在三年抗议期间 俱乐两支球队从最富有的球队 下滑到无法保障留下国手球员 广东方面因为缺乏资金无法留下周鹏 只能迫使让周鹏离开广东 辽兰方面也是因为缺险 补强与续约方面产生了大问题 好消息是俱乐两支球队拥有足够的阵容底蕴 只要体系没有变化 他们并不担心阵容方面的轮转压力 接下来第三阶段将恢复全新的赛制 球迷们将有机会前往球馆 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 CBE第三阶段开放广东赛程提前曝光 老王认为疫情这几年对于CBE联赛冲击还是不小 从外援与本土球员的顶薪下降 再到影员方面捉襟见证 诸多俱乐部的老板只能眼睁睁爱 资金的压力撤着 所以更多俱乐部在近几年 更多的是选择已不变硬万变 更多的大牌球星与适配俱乐部的外援 无法第一时间选择加盟CBE联赛 就是碍于CBE联赛的赛会之压力 当然在恢复主客场之后 广东很有可能抓住这次机会迎难而上 目前广东排名积分榜第三的位置 第三阶段广东将迎来七个主场的比赛 几乎占据了赛程一半的赛制 广东有机会利用赛程的优势 冲刺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此外按照以往的节奏来看 第三阶段将是各支俱乐部冲刺的机会 广东红圆也渴望利用这次机会 将排名往上冲一下 这样在第四阶段会迎来一个良好的开局 同时也为主场球迷奉献出精彩的比赛 相较于广东带恢复主客场之后 辽兰方面也会迎来很大的减压 这样一来他们补强第三外援将不是梦 按照当下情况分析 莫兰德将于春节之后回归辽兰 辽兰德方面可以考虑继续沿用 莫兰德与福格双外援的夺冠模式 而将桑普森作为第三外援备用 这样即便韩德军无法出战 辽兰内线的配置依旧是国内顶级配置 所以恢复主客场之后 其实对于强队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利好 无论疗愈还是浙江 他们都有资金得到理想的目标 而更多国外的外援赛 CBE联赛取消赛会制之后 会考虑前往CBE联赛效力 这里不仅有丰厚的资金 同时在恢复主客场之后 也有不错的报公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